国富纪念馆为了因应时代的潮流 致力于推动跨域加值公共工程计划 首先,在中山文化园区景观改造计划中 不仅以重塑王大宏建筑师半世纪前的原始设计精神 更以服务民众为出发点 纳入安全、舒适、清明、友善等理念 工程内容包含中轴景观花圃 改造为双排树 喷水池景观改造为硬池 新设三张离枝线怀旧铁道意向 栏杆围墙保留并更新 东侧步道绿地景观改造 及翠湖周边景观改造等项目 而在大会堂继周边设施升级中 大会堂将改为1900席 并加设身心障碍轮椅席 现有天花板将拆除部分改以反射材料 优化演出时声音的扩散效果 国富纪念馆创造了半个世纪的风华 除了是许多国人生活修气的空间 在国际观光领域中 也扮演着重要的文化地标 未来 国富纪念馆也将持续肩负传承的使命 成为人人喜爱的文化场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